Hi, 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片 谢谢你 今集换句话题,我们谈谈大自然 我们谈谈树,就是这本《树的秘密生命》 这个作者有很多本书都是我推荐的 例如是《大自然的社交网络》 《森林的奇妙旅行》 还有《动物的精神生活》 这些书都蛮好看的 这棵绿萝由快死到现在 被我种回生它 我其实都蛮有成就感 主要是因为那些筋烂了 现在又到另一棵 那些树叶全部软吹吹的 应该都是跟那些筋烂了有关 我刚刚帮它收拾好那些筋 然后加了一些营养液 看看能不能够回生它 稍后等它们的健康状况好些 我试试用泥去种可能会好些 其实这本书 也有提及植物之间的沟通是如何 其实泥土或者所养的环境 都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将它们分开一棵棵 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是没有办法 令到它们可以沟通到的 又或者是沟通的过程中 可能是没有那么顺畅的 其实大自然神奇的地方 就是你不要看少些树 其实它们是一个很广大的植物 一旦某些植物 一旦某些植物 断了 所以我会比较多 我会养动物多过去种植物 主要是因为我是很害怕那些虫 所以尽可能地 我都不会常常去很多植物的地方 因为我是很容易痕的 就是小小那些虫仔碰到我 我都很敏感 我是很容易过敏的人 所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植物 但是因为这几年接触了身心灵 我也多了去户外 多了去和植物接触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都算是那些感情丰富的人 虽然未至于去到林代玉 会去撞花 但其实我是不是太愿意 看到一些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 我不是很想看到它凋零 有时甚至乎你去摘些花 你去摘它的根 其实你不知为什么 你会觉得痛 你会有一种反射神经也好 总之你不太想做这件事 所以如果在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都算是一个善良的人 反而有时 你看到一些坏人 即是他死了 或者遭遇不幸 我又没有什么感觉 我又觉得没什么 我又觉得值得你死 我分得很清楚 不知为什么 所以如果在这个角度看 我又是一个挺冷血的人 我会同情动物植物 多过同情人 因为我知道自己 也是一个具备耐醒智能的人 我很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这样分析自己 其实也不是说我对人没有同情心 而是可能会对一些弱小的人 或者比我弱小的人 我会更加有同情心 和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强大的人 我都不是没有同情心 只不过我觉得 你不用我帮忙 而那些似强凌弱 为苦作枪的人 就是我要打击的对象 甚至乎 我可以说那些是我的獵物 我很清楚这个特质 就是我的那股脏 是很难撕得脱的 就算好像 学生心灵我参透了很多东西 其实这种性格偏向的特质 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 说得好听点 就是有正义感 说得难听点 其实我就是有那些 救世主情结的人 我就是要去保护人家的人 变身 这个头盔就很喜欢 那我还有整套规格 不过规格 不过规格 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 就是男人的浪漫 即是你在一个 刚强的外壳底下 其实有一伙温柔的心 有一伙善良的心 即是在这个拳头 铁拳底下 是游情的 这些什么叫做 铁汉游情 好了 又来了 先讲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真的挺有趣 因为这个作者 他出的不同的书 都是跟大自然有关的 这本书的作者 叫Peter Wolleman 他是一个德国的森林保护员 亦是一个自然作家 他所写的书 全部都很精彩 例如说 两棵树之间是如何沟通的呢? 他们会不会聊天呢? 还有如果有一棵树 在遭受到虫害 被人攻击的时候 他会不会提醒其他的树要小心一点呢? 还有有些树 感觉到长颈鹿 不断吃他的叶子之后 他会释放一些气味 然后赶走长颈鹿 又有一些树 感觉到自己的树要里面 有些虫在咬它 他会释放一些气味 引蜜蜂过来 又或者引蜂蜂的天蜷过来 去刮走它 还有森林里面的植物 你也不需要噴什么杀虫水 他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但是一旦移植过 无论是树木还是植物 你如果不给少少防虫的东西 去附助它 他很容易会死 究竟过中的原理又如何? 这本书里全部都有答案 大家应该看过 亚凡达出的电影 亚凡达的世界里面 那些树木和树木之间 好像有internet 他们是可以沟通到的 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我们树木的那种沟通系统是类似的 只不过没有电影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那么科幻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生物 或者是自然界里面的 一些物种之间的互相合作 以森林为例 一绿一绿木地洞在那里 他们如何沟通? 打电话? 还是通过一些光的讯号? 一些气味? 我们现在生活在石市森林 那不同的楼宇之间 不同的地方之间 它的电是如何传递的? 为什么那里一停电 你家里也会停电呢? 其实很多这些线路 都是藏在地底的 对于树木来说 它们之间的Internet 其实就在土壤下面 不同的物种之间 既有可能会出现竞争关系 亦有可能会出现共生的关系 而搭通天地线 令到不同的树木 无论是同一个物种 还是不同的物种 都可以沟通的 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那些根部的真菌 那些树根 它会不断地向土壤底下延伸 但是尤其是一些刚生的树木 它是没办法碰到足够多的水源 这个时候就很依赖真菌的网络 而以森林为例 那些真菌 是会在土壤内包住那些树根 然后因为它很小 小到你肉眼都看不到 所以它是可以延伸到地底 很深的地方 然后将你树需要的水分 养分在很深层的泥土下面 输送给一棵树 那些表层的土壤里 已经没有了营养和矿物质 那些真菌都可以在地底的深树 源源不断地向一棵树输送出去 而作为回报 那些树也会将一些糖分 将一些光合作用所生产出来的 碳水化合物给那些真菌 让它们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在一些比较原始的森林里面 这些真菌的菌落 它们可以有几千年命 它在地底所延伸的面积 甚至比一个小型或中型城市更大 有了一些真菌所组成的internet 之后 其实树与树之间 虽然表面上它们的根没有纏绕在一起 但实际上都是由真菌网络所连结 其实树的社会和人的社会是类似的 你要守望相助才可以令到你的物种可以延续下去 如果你个人都自私 我吃了些东西 拿了些养分 你就不要生存了 其实会导致自己死了 自己的物种会绝种 例如说 有一些枝繁叶茂的大树 正值壮年 已经生存了百多两百年 很大棵 而有一些小树苗刚刚出生 它们见阳光的机会有少 吸收养分的根又不够粗 这个时候 那些大树 就会将它们多余的能量 去过一些小树苗 让它们也可以生长起来 除此之外 有些树可能因为一些天灾 突然被雷砍死了 没了一半 只剩下树干 但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还可以生存到呢? 它没有了树叶 基本上连树干的主要部分都已经烧了 那有什么办法它是可以生长的呢? 你会发现 那些树在它的根部 在烂的树头旁边 又会飙发一些新的芽 它又会变成一棵全新的植物 重新生长起来 那些养分从哪里来的呢?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 这些真菌网络 或者是旁边的树 哎呀 这么惨 哎呀 所以树与树之间 尤其是一片比较原始的森林 没有经过人类干预的森林 它们其实是维持着一个很微妙的生态平衡 而一旦有某一棵树 被蟲蟲攻击 或者被天敌攻击的时候 它也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然后通知那些真菌 然后那些真菌便会提醒旁边的树 喂 旁边有黄丝拉家 有很多蟑螂 喂 你们快点噴杀蟲水 那你就会发现 一棵树遭遇蟲害 但它旁边的树 是很多时候都会没事的 除非那些蟲蟲 又或者是那些天敌 是一些新的物种 在这几千年里 它们都没见过 有可能有一段时间 比较多的树木都会出现 但是如果那些蟲蟹 或者天敌 整天都有 基本上 是没有可能引致大规模的灾害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些真菌既得 那些真菌甚至乎 可以去识别不同的动物的口水 哦 你只是一只野猪 它开始吃你的根 你快点放野猪最争的味道 又或者引一些幽隐过来 让那些猪吃幽隐 不要吃你的根 所以那些真菌就好像是一个顾问 那些真菌 有时候 вес 也有几千年来住好了 有些真菌 恐龙也见过 恐龙的口水也识别到 所以它就是知道 当碰到一些东西或是有化学物质释出时 他就知道究竟是什么天敌来了 要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他就可以通知不同的树去做相应的防御或攻击 这就是森林里的树木或植物的免疫系统 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移植树木 尤其是移植到城市里的树木 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生虫 那么容易生病 那么容易死 主要是因为他们跟着他们来的 在土壤里的真菌 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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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死了 我感觉到你好像被人咬 但我不知道那只是什么 你忍一下 我问问其他真菌朋友 看他们知不知道 然后我再告诉你 你不要死了 加油啊 喂你究竟问到微啊 我快被那些虫注死了 微啊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 你安息吧 我们来生再见 吃我的住我的 我辛辛苦苦养大你啊 连基本的医疗都做不到啊 死了他啦你 我又说下另外一个挺有趣的例子 和长颈鹿有关的 在非洲有一种树 叫做金合欢树 那这些长颈鹿呢 最喜欢吃那些树的啦 一只长颈鹿 一天都会吃40kg 这些金合欢树的树叶的 问题是 你是不计那些树枝的啊 是只树叶就要吃40kg 或者一只长颈鹿啊 如果你是吃一点就算了 你也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树叶对某树有多重要 它是要拿来去吸收阳光 做光合作用的嘛 所以当长颈鹿吃到差不多一刻 然后一棵树觉得 喂 好了啊 差不多够了 适可而止 那它就会释放ethylene 也就是粤漆 在树叶和空气里 长颈鹿吃下吃下 觉得花叶开始变味了 而长颈鹿最厉害就是ethylene 所以长颈鹿就开始不吃这棵树 就会因为没有胃口而走开 原理和刚才所说的是一样 当长颈鹿的口水碰到树叶的时候 那棵树叶就会传递到根部 那些根部的真菌就会分析 哦 有长几粒在吃你的树叶 那些有几千年命的真菌 就很容易就知道用什么应对的方式 哦 长颈鹿是吧 最厉害就是ethylene 你快点释放ethylene出来 然后就会吓走它 其实这个过程 也不需要真菌通知其他树那么麻烦 因为当一棵树开始释出ethylene的时候 隔壁那些树或是方圆这一片土地的树 自动自觉也会释放ethylene出来 不让长颈鹿过来吃它 那些真菌负责去分析一下 检测一下究竟那些口水是来自哪一种动物就可以了 其实那些长颈鹿也不是傻的 别人都会进化的 所以这些长颈鹿是会去逆风的方向 再走一段足够的距离去吃那里的金核棺树 为什么要走逆风的方向呢 逆风的方向那边的金核棺树 因为它不知道有其他的树释出ethylene 所以它们也不会释放这些化物质 所以长颈鹿可以在这个时间差里去吃它们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例子 例如说如果一棵树检测到有些毛毛虫吃它的树叶 那它们会问那些真菌究竟有什么在吃我呢 那些真菌说是那些死人毛毛虫来的 这个moment你最正确的方式就应该是去召唤那些蜜蜂过来 所以那些树木就会开始释放一些花粉的气味 让那些蜜蜂飞到这棵树 那些蜜蜂最喜欢就是去采花蜜 而在采花蜜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们是会将自己的那些幼虫留在那些树叶那里 那当那些毛毛虫吃树叶的时候 就会将那些蜜蜂的蟲卵吃了下肚子 然后那些蜜蜂仔就会在那些毛毛虫的体内枯化 那它们一枯化出来之后 就会开始吃那些毛毛虫的内藏 吃毛毛虫的肉 甚至乎将整只毛毛虫吃光 其实这个过程就像那些蜜蜂吃腐肉那样 蜜蜂都有这样的技能 那些树或植物的智慧程度有时超乎你想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迷思 就是为什么有时去到某些日子 那些树是会一起开花 一起结果 一起成熟的 它们好像约翰那样 它们是怎样去判断时机的呢 和怎样约定时间的呢 虽然没有眼 但它们可以通过去记录和吸收一些光照的信息 再加上一些温度的变化 来去确认究竟现在是什么季节 综合分析完之后 它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准确的发芽时机 然后再通过这个真菌的网络 去通知自己同类的物种 是时候了 准备要发芽了 大家要醒了 以山无举树为例 只要温暖的天数超过一定的数目 日照的时间超过13个钟以上 它们就会开始发芽了 如果说到树这么强大 为什么那些树还会死呢 为什么那些树还会被蟲蛀烂了呢 树跟人一样也是会老的 也是会死的 当一棵树老了之后 不单是它的抵抗力差了 它的表达能力也是差了 其实老了的树就相当于断了网 又或者是不太懂得上网 忘记了怎么上网 糟了 我现在被蟲咬 我不知道如何通知我的真菌 不知道如何通知其他同伴 所以没有人背后 你就会死了 那些害虫是会试探性地 一棵树都咬一口 然后它就会去观察一下 究竟哪些树在咬了它之后 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不会放什么气味出来 也不会有什么天敌出现 它就知道那棵树准备快死了 或者是它已经抵抗力很差 那些虫就会大面积住那棵树 大自然是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通常都是人类的活动 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我们有时很多时候都会好心做坏事 如果你是一个爱心爆棚的人 哪怕你这个行为是出于善意 也有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例如很多德国很喜欢保护野生动物的人 在冬天的时候 就会在森林里放很多的资料 确保那些动物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捱饿 但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自然状态下 德国森林里的野猪数量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森林里会有一个很神奇的调节机制 因为在森林里有两种主要的树种 一种就是山毛谷树 另一种就是橡树 它们是约好的 不是每年都结果的 是三至五年才结一次果 而这种周期性的结果 是整片树林一起的共同行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它们要控制野猪的数量 这些周期性结果 就会导致在某些年份 在森林里会出现饥荒 就是野猪不够饮食 所以它们就不会生太多儿子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开始放一些食物给野猪吃 饥荒的年份就不存在 那些野猪就连年都生产 所以野猪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猪是一种集食性的动物 数量在一定程度下 它们是不至于会吃那些树苗 但是数量一多 它们是什么都会吃完 吃树苗也算了 甚至乎连那些树的种子也吃了 搞到那片树林里的橡树 和山毛谷树都没办法再更生换代 慢慢就会破坏树林的生态 甚至乎会引起生态灾难 那怎么办呢 其实大自然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你闯了祸也好 你不要再搞它 它慢慢就会好 那怎么修复呢 因为野猪的数量多了 森林里面就会开始 释出一些化学物质 令到优引越生越多 优引的身体里面是会有血线虫的幼虫 野猪如果吃了这些优引之后 是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如果野猪的数量有限 那一些这样的血线虫 去到野猪的体内的概率就很低 但是如果野猪的数量一多 又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它们就会去吃更多的优引 那它们患血线虫病的 就会直线增加了 这个过程就好像瘟疫一样 当血线虫病爆发的时候 野猪就会大量死亡 那它的数量也会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而树木本身就是物种多样性的一个载体 有很多的动物 微生物 甚至乎是菌类 都是寄生在树木上面 那些动物喜欢住在哪里呢 那有钱的肯定是住山顶 哈哈哈 风景好一点的地方 你都买得贵一点都多人差一点 所以一般树的树顶 尤其是一些比较高龄的树 树顶是最受欢迎的 有一棵600多岁的树上面 因为它的树高有52米 而棵树的直径都粗到有2米 那些科学家就在这棵树的树顶里 一共是找到2,041只生物 分别是属于257个不同的物种 所以你会发现一棵树 它是有多少生物的家 你斩了一棵树 其实就摧毁了这堆动物 这堆生物的家园 例如有一些树枝的分叉位置 可能会凹了下去 这样就会存到一部分的水 有些不流动的水 就会有一些蚊的幼虫滋生 而那些吃蚊的甲虫 又会搬来这里住 而那些比较粗壮的树枝 就深受那些色飞的动物 又或者是在树上生活的动物的喜爱 例如有小鳥、饮鼠、蝙蝠等等 在枝繁叶茂的地方捉巢 不容易被那些天敌发现 也可以遮阴避雨 所以其实是很多小鳥的天堂 而且树木和人类一样 也有可能会犯错 以我们刚才所举过的山巫举树为例 一棵成年的山巫举树 一天可以蒸发500公升的水 如果它生活在一些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 那就任你玩吧 但是如果那些山巫举树生活在一些比较干旱的地方 又或者是遇到一些旱贵 那这些山巫举树就会干旱 甚至是会裂开 如果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生存下来的话 那以后这棵树就会痛改善非 它就会开始调节自己 吸收水分和蒸发水分的水量 它是不会再重度覆射的 它就会了解在我这个地方 我要懂得量入围出 不可以像我的祖先那样生活下去 所以不同的树在不同的环境生存 它们慢慢也会掌握一套 它们很独特的在当地的生存技能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怎样了解过的资讯 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们以后对待植物 或者对待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时候 你应该想多些 没有什么不要去干预过多 我们人类和大自然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 少做当帮忙 不要搞那么多事 不要冷醒 少些去改变一些植物的生态环境 不要移植过多的树木 作为这个观赏的作用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大自然和植物最好的保护 但如果你都已经养了植物 不妨了解多些植物的需求 了解多些怎样去照顾好它们 我觉得都是一个作为主人应该尽的义务 我们不单是你家里的宠物主人 亦是你家里的花花草草的主人 你养得它就应该好好地照顾它 好了 今集的时间就来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小钟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定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